现在时间六小龄童因为每年使用同样的工艺照片而被网友质疑 是在假借工艺来炒作 一时之间美猴王的人设崩塌 从86版的西游记上映到现在已经过去32年了 六小龄童美猴王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 很多观众都认为再没有哪一版孙悟空能够超越它 拍摄西游记续集时有一张六小龄童跟猴子的合影十分经典 在照片中一只灵动的猴子看到孙悟空扮向的六小龄童 竟然对他敬了一个礼 这张真假猴子的照片被命名为猴园 还参加了摄影大奖并拿到了金奖 六小龄童后来上节目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情还颇为得意 说拍照的这只猴子不是养的 是野生的 然而事实却啪啪打雷了 有人爆料这张图作假 因为猴子的脚上其实是有一条链子 但大众看到了照片上链子却被劈掉了 实际上猴子并非野生的而是受过专业训练 尤其是经理的动作 只要信仰员下口令猴子见谁都会这样做 12月26号有媒体发布了日前采访六小龄童的视频 谈及网上舆论的攻击 六小龄童认为是一个主持在黑他 并表示希望尽快实现网络失明之夜 难怪六小龄童曾经无奈地说过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演了孙悟空 而我不是孙悟空 对于六小龄童你有什么看法呢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